黑夜偷襲牛巨魔競技場無果 既然不能夜襲 那就官民正大 宣賞了銅鑼 哼 打開背包就出現了巨魔銅鑼 這就是召喚巨魔的方法 草原和森林才會有喔 看來我所處的位置是在森林的深處 小妹真的是別有用心 不管怎麼說 都是要接受挑戰的 這座競技場 原來頭頂需要兩個牛魔角 以免夜長夢多跟進衝吧 年輕人 傷心巨魔垂機 省未提醒了 看來將有一場苦戰發生 走吧 會回這競技場的霸主 誒 這競技場出現怪物了 來吧 首人戰士亮劍搞定 我記得競技場是在上面 往樓梯走就對了 離牆圍著跳過去 誒怎麼掉下來了 好黑啊 要是快點走吧 還好只有樓梯 怎麼回事啊 我生命在減少 可惡又是你個馬桶怪 聽著什麼聲音 有東西來了 媽也嚇死我了 一眼不以後就衝我 不能夠再久留了 繞了半天 終於找到上來的棋子 競技場就在裡面 沒有辦法直接進入 需要找到樓梯 看就在那裡 可以了 白天看起來是真的競技場 站在競技場的正中央 這兩邊聳立著戰鬥雕像 這一天終於要來了 敲吧 咚 這瓶圓霸主聚魔在身後出現 在哪 我看到了正中央出現的恐怖氣息 你 就是 遠古聚魔 怎麼都不上來攻擊我的 那我可就不客氣了 看劍 463生命值 看我的 金劍三連擊 太熱了太熱了 原來是這麼好對付的 只需要再來個三連擊 哎呦怎麼回事啊 生命值變成了110了 怎麼是要攻擊我的 不好 快閃 野蠻衝撞 還有躲過了致命遺跡 果然我就要交代在這裡了 現在還沒有準備好 再以環影顏色 三連擊 好疼啊 好險好險 總算贏了 得到了好多好多的原貌 哇塞 哇塞 好多寶貝啊 我 我也有原貌了 仔細看了一下背包 好多的新道具啊 天青石 巨魔雕像 生命之尊 可以增加最大的生命值 這個是好東西呢 趕緊喝了 此時天地巨變 昼風雨即下 喝完充滿了力量 瞬間生命值點滿 可以離開這裡了 是誰想衝過來 我瞧瘦人一猴 消失了 小伯妹 我挑戰過巨魔了 快點放我出去 表姐你太天真了 你仔細看看我給你的任務表 點亮才能離開這裡 什麼 這 這 這從頭到尾不僅如此 我還發現了眾多boss 競技場的巨魔只是其中之一 表妹別鬧了 路漫漫其修遠些 表姐加油 剩下就靠你自己了 可惡又被你忽悠了 只能夠一步一步來了